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日 學校開學的日子 開學有很多事情要做 主要是防疫措施 要打多少針才有機會上學 打不夠針可能要視像等等 究竟今天完結後會出現什麼混亂的情況 學生又怎麼想 家長又怎麼想 可能學生今天回到學後發現到 好像學校的老師已經不見了很多 很多新的面孔 因為離職的老師過往一年高達4000人 這個數字都很驚人 要請人都相當困難 這個報紙上面的有關招聘廣告 學校的招聘廣告很多 有一宗很多媒體都有轉載報道 就是聖安當女書院中文科學位教師 在這個招聘廣告上 8月31日在報紙上出現 是這樣的 大學畢業或以上程度學歷主修中國語文 就是要求 教導各級中國語文中國歷史及普通話科 你看看 中國語文中國歷史普通話 要求很高 必須通過教師語文能力平衡 他有教育文憑及有關資歷優先考慮 愚能教授宗教科 以完成認可課程更佳 嘩 你真是十八般武藝 樣樣皆能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歷史普通話科 再加上宗教科 如果你有這個技能 一定找到工作 然後厲害的地方就是 9月1日即時上任 8月31日還得到廣告 9月1日即時上任 應徵者要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並通過基本法測試 並取得合格的資格 那些性紀錄 性犯罪紀錄那些就一定要 因為你面對的是年輕的學子 未成年 通過基本法測試 就是最近新的要求 因為有很多老師通過不到測試 根本就最後臨門一腳就請不到 那麼究竟 這個學校為何這麼厲害 8月31日還要請人 9月1日就可以上班 那麼 那麼 那業界人士就說 有些中學校長就說 有老師 是在開學前職 臨時放棄教職 那一方面我就想 那些老師很不負責任 如果你想走的 你早點走 你不要臨時告訴校長 難道8月曬日才告訴校長 或者8月中才告訴校長 8月底才告訴校長 我辭職了 他辭職都要 都要臨時通知 要幾個月通知 是不是 不是說走就走 是不是 那麼有校長呢 就也都說呢 今年教 辭放暑假 加上疫情 和移民等因素 令到校長 遲了 埋班 這樣 那麼 這個廣告呢 就是在明報的 跳槽 這個 這個招聘 那裡登記的 就是說 如果是臨時放去教職 令到學校 就這麼急才找人 據他所知 有些立法會議員 這個叫鄧飛 厲害 鄧飛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近期學校 通常缺英文科 音樂科 體育科 和時藝科的教師 教聯會一直和教育局 探討有關問題 探討條命嗎 老師為什麼會離職 鄧飛就說 因為移民離職等不同的因素 於是令到教師缺人 移民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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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自然就要離職 離職是否一定是移民呢 大家都要 就是要 要反省的 就是這班制定教育政策的人 要反省的原因就是 為什麼那些老師 做老師呢 一般一做 無可認識的那些 最多 最初可能 是 頭兩年覺得 受不了 說學生很頑皮 沒有滿足感 就離職了 如果做到這樣 你不做退休 是不捨得離職 因為你要適應了整個教學環境 學校的環境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那份薪水是相當高的 一路做上去 而最後那個退休的錢 是非常之大的 就是救他過世的 如果你可能 那個不是強職金 強職金是虧本 是吧 那個是很特別是給這個老師的 要等到你退休了 60歲了 正職退休 那個錢才是完整的給到你 所以你中途去離職 或者提早離職 是 因為真的頂不住 因為要 這個 要離開香港的原因 這個鄧飛的說法就是 除了這個移民離職等等之外 因為大專的私資培訓 因應香港出生率下降 逐步減少學位 令到教師供應短缺 中長語言言應該是 增加教師培訓 會不會有人手過性 最重要是 確保學生人數 於是要吸收外來的學生去廣告 有些左派就說要給大陸那些 好像鄧飛也有說 給大陸那些學生來香港讀書 是吧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如果用這個八月來計 統計這個明報的Jump招聘廣告 由7月25號到8月2號 最少有200間的中小學 仍然是聘請老師 不算Net Teacher 不算以英語為母語的老師 佔全國的18% 其中英文科空缺是最多的 我相信很多英文科的老師 可能都是來英國移民 第一 他的語文水平比較好 有信心 來到這裡 未必是教英文 如果跟本地人比較 教英文又不奇怪 如果條件好 教英文又不奇怪 因為 我也在這裡說過 在英國的老師的離職率 都是相當高的 他們不是因為二問 他們可能覺得 第一 身水不是很高 第二 都相當辛苦 很困身 不如暫時停一停 或者做其他事情 所以 老師的流失率 都是非常之高 所以 也有相當多的老師 會來英國找他的教席 雖然 我說過 雖然 即使你是一個 正適合資格的老師 的身水 都是低於香港 但來到這裡 你未正適合資格 可能會更低 拿三分二或者甚至二分一的身水 但有很多 如果有小朋友的老師 都會選擇來這裡 送他的子女 進去英國學校讀書 他做老師 就完全明白 做醫護 知道香港的醫護 這個醫療系統 出了什麼問題 大家心知肚明 做老師 知道香港的教育 出了什麼問題 你問他就知道了 他是身受其害的 因為他是私教的人 他是要跟學生 實施洗腦教育的人 無論哪科 你英文科也好 你公社科也好 你理科 3CAMPA也好 都要加入 這個國安的元素 需要你有這個要求 而且會越來越多 你沒有辦法 是反抗的 在這個情況下 做老師完全明白 他除了走之外 他不想做這個 洗腦教育的工具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需要自己的小朋友 接受一個 比較自由開放的教育 這一點就是 香港的老師 完全明白這種情況 有些老師 教育工作者 接受這個媒體訪問的時候 說到8月31日還請人 這個情況是 較以往少見的 不過呢 因為不同的老師 就會有離職 所以需要這個急拼的情況出現 如果你看回那個 Jump 那個 還有這個 9月1日 9月1日 即今天 不要說8月31日 9月1日的今天 還有八大版 學校的招聘廣告 Education 教育招聘廣告 我看過 有人上Facebook 我的朋友 我看過 他除了請 譬如是一些教學助理 有請 工友之外 是請 老師的 不只是說 聖安當 請老師的 也不少 譬如請常額的 教師一名 請常額教師一名 這間 學校 還有就是 請這個 校長 他叫做一級校長 承聘一級校長 救恩書院 嘩 9月1日還登廣告 請校長 那個校長 是不是走得很急呢 我想知道 當然 可能校長還沒走 或者校長走了之後 也有副校長頂住 處理校長也可以 但是還請 人禍 有八大板 剛才說過 除了這個 什麼 這個 辦事處 校務處 職員 工友 教學助理之外 請老師的 全職的老師 常額的老師 都有不少 然後請校長的 都有 譬如這間 培喬 培喬 還請 英文科學位老師 我看到 培喬 都是 做有 很多 數不完 八大板 你想想 多厲害 學生 學生 除了見到 老師 上一個學年 有班主任 不見了 有些同學 不見了 去了哪裡 很多都沒有交代 都是很遺憾 厭 因為香港的環境越來越惡劣 我也聽到很多很可憐的 譬如當年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上街遊行抗議 接到很多文宣 那些文宣是歷史的一部分 人們很有心地印了很多文宣 有些很精美 很有保留價值 很多人留在這裡 然後不敢留在家 一旦就扔掉 當然不敢貼出來 接著被隔壁屋看到 接著被裝修師傅、整水牛師傅看到 原來有這些東西 可能會不會報國安處 我聽到那些文宣有些被扔掉 很多被扔掉 很隱痛 將歷史摧毀自己 這個文法大革命出現過 你家裏是否藏了一些反動刊物 自我審查自動燒掉 我聽說 連在家裏說話也不敢大聲 批評政府不敢大聲 接著被隔壁屋聽到 會讀歡 在這個環境下 你怎麼做 我講 4000個老師走 上一個年度 上一個年有4000個老師走 流失率非常之高 據教育局的資料 統計的數字 總體 無論是公營的直資的老師加上 總體的流失率是達到七成 就有4050個老師 比上一年走的人數 多了1670個 七成 上升七成 而流失率 無論是公營的 和直資的 都有 增加 7點多 和8點多的 都是增加了 3點多的 這種情況 一定會出現 清亡不折 不僅是流失都 流失都有人填補 在報紙上登廣告 在明報的教育版上登廣告 校長說應徵信 是大幅減少九成的 以前教師的 職位是很吃香的 大幅減少九成 我懷疑在大學訓練出來的教師 不敢做或者不肯做教師 根本請不到 沒辦法去 因為教師流失底下 報道就是這樣說 學校要請新的人手工 填補這個空缺 教育局說 公營加上直資 申請的教師是3790人 教育上年升了33% 公營教師 包括公營教師升了31% 而直資教師升了48% 公營和直資教師 申請的教師比率 是6點多到11% 那麼 你能看到 14人裏面 一個是新教師 教育局說 新聘教師是說 前一學年 九月或十月中 未有任何一間本地學校任教 同時包括 他從未在 本地學校任教的教師 即是 新畢業那些 十四個裏面有一個新畢業 你說那種青黃畢業 多嚴重 全部經驗是非常淺的 新垮垮的走出來 這個情況是 非常嚴重 教育局一直都這樣說 他那個 回應就是 一直密切留意著公營學校和直資教教師每年聘任和流失的情況 教師流失的原因主要包括退休、進修、轉往其他類別學校任教 從事其他行業 以及其他私人理由 離職等等 其他私人理由他不說 佛地摩 移民是佛地摩 不過教育局說 今年教師的流失率是略高 學校 運作是大致正常的 有足夠合資格的教師是任教的 這個我覺得是妥料 如果大致運作正常不用到9月1日開學 8月31日開學前一天 都在報紙上大致說要請人 還要請校長 我不知道在學校缺老師是否運作正常 一個人一個老師做兩個老師的工作 都可以運作正常 不死得 學校不會倒當 但是這種現象 不是一間學校 不是一間學校 很多學校都是這樣 這不是運作正常 當教育政策不檢討 繼續與政治掛稅 總之一人派一本紅寶書給中小學生 學習這個講話 這種正義掛稅 學生當然 走啦 你小我路 老師一樣走 入行的人會越來越少 這種現象 是很令人痛心的 因為 在教育學院 教育大學 或者其他 大學裏面的教育系 教育學院畢業的學生 如果 很多人都不想做老師的話 一定會出現 一種 斷層的情況 那麼 受害是誰 受害當然是留在讀書的學生 所以很多家長想想想不對勁 不想做 領臨臨就走 不會 二話不說頭也不回 不要想 這種洗腦教育 會害了自己的子女一生 走得摩 就沒有鼻歌 走得快就好世界 一定是這樣 這節講到這裏 我必須支持我心情有快的頻道 多謝收看 再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